你千金球的毒药还真是厉害 这医院从上到下都查遍了 也查不出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 要不是你坚持每天在它汤里面下毒 它怎么会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 谁让它站着你妻子的位置不放 碍眼得很 你以后可是要娶我做老婆的人 我巴不得它早点死掉 给我同位置 你老婆醒了 别瞎说你才是我的老婆 她只不过是个 垫脚的石板而已 小三 孙惠惠 你个小三 真是好笑啊 孟小人 我和陪下哥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午餐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你才是那个拆散我们的小三 要不是为了你公司的财产 你以为陪下哥哥会故意设计和你集会 公司 孟氏集团 现在叫袁氏集团 你放心 你走了之后 你的公司 当然 我会帮你打理好的 我也会替你照顾好你的儿子 哦 不 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了 毕竟昨天晚上 他可是亲口喊了我一句 妈 一通 我的一通 不是吧 孟小然 你不会还没有听过小童和你妈妈吧 那句妈妈 可真是叫得又乖 又软呢 出手 你们两个出手 居然叫我的孩子 陪下哥哥 我们快送到商务吧 二零二三年 我 这是回来了 孙辉煥 既然老天要给我一次机会 那我就不可能让你和元培下这对肩负淫妇 逍遥自在 夫人 这是元先生特意嘱咐我给您炖的十全大补汤 您可要一地不剩地将它全部喝完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 要不是你坚持每天在它汤里面下毒 它怎么会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变成这样 喝 还是不喝 上辈子我就是喝了它做的这一碗又一碗的补汤 才亏空了身体 到一年后 行痛苦高 回天反暑 可如果不喝 他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来对付我 夫人怎么了 快喝呀 嗯 不好意思啊 太烫了 我就没拿稳 没关系夫人 厨房还有 嗯 我再去给您盛一碗 夫人 您很冷吗 啊 只是产后发虚 总想辟点东西在身上 那就够要喝这十全大补汤了 不然 好不了呢 喝了才好不起来吧 好 我喝 怎么回事啊 一堂怎么醒了 是扫地机器人把婴儿车碰到了 不过 我记得我没有开扫地机器人啊 行了 别解释了 快去处理一下 我刚好有点困了 先上去休息了 嗯 等着吧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所有人 包括我 都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以为原陪夏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老公 陪夏哥哥 孟小然有什么好的 他根本不配做孟氏总裁 请你别诋毁他 我相信他的能力 他一定能胜任 你等着吧 孟氏集团早晚死在他手上 孟氏集团的未来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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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穿自己的衣服 用自己的化妆品啊 不是你说想要刺激的吗 那就干脆 关车到底了 他给你工作 又接近你家人 你就这么报答他 那你说 你让不让我睡觉是了 你确定给他喂药了是吧 确定亲眼看见他晚空了 放心吧 不管我们今天晚上 在这张床上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不会醒过来的 不行 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还醒着 不然我就暴露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死掉 还没到时候呢 什么 梦氏集团有个保险箱 梦氏集团的最高机密 全都放在里面 而他还没有把密码托付给我 保险箱密码 那是因为上一周 我给了他保险箱密码 才害得我家婆热闹 这么我还没睡 可以等着我呢 老公 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这个 是梦氏集团保险箱的密码 里面有梦氏集团的核心机密文件 现在就将它全部给你了 以后公司就交给你来打理 你放心 只要把梦氏集团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打理公司 以后你一个孩子就负责幸福就好 好 真是个处处设防的贱人 你疯了吧 你非得把他闹起来是吧 我说了 他不会醒过来的 如果他醒过来 那就说明他之前一直是在装 他对你我二人这么信任 又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女人嘛 总是以为感情可以战胜一切 只要你一直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爱的 他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其中 无论是家 小孩还是公司 他最后都会双手为我丰盛的 那我呢 我是不是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 你干嘛非要把自己 跟我视为踏脚师的女人相敌并论 你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 你总是能让女人为你死心塌地 不对 他在装睡 他怎么知道我没有在睡觉 我们两个结婚三年 他的生活习惯我太清楚了 他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 带任何手势 尤其是耳环 原来破绽在这儿 我今天要的剂量吓得最大 说不定她是顶不住要孝 所以先睡了 忘记了呢 她怎么可能忘记 她可是孟孝然 是一个连身边最信任的人 都会设访的孟氏集团最杰出的女总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你我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看你啊 就是太看得起她了 也太谨慎了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容不得我们 该谨慎的时候不谨慎 该狠心的时候不狠心 不愧是我的男人 真是心狠手辣 孟小人 我这一下打下去 如果你还不行的话 我就信你不是装的 宣培下 原来这才是藏在你温和谦逊外表下的正面 我该怎么办呢 不能躲 就算被杂到 我也不能躲 怎么 舍不得了 人不可能占上自己的本能反应 遇到危险还不闪躲 何况还没到死的时候 也好 又让这个贱人多活了一段时间 那就提前预祝我们 计划成功 他的财产性命我都势在彼得 正常人当然不可能逃脱过本能反应 但我已经死过一次 是从地狱里爬过来的人 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呢 在家辛苦了老婆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喜欢吗 是前段时间 咱们一起逛商场的时候 看到那条项链吗 是啊 当时我都看你多看了好几眼 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 就给你买下来了 谢谢你老公 对了 这个汤呢 对你的产后恢复 有非常大的好处 你要坚持天天喝 抓紧好起来 这样我们就连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玩了 好 你就放心吧 我会在家好好养伤的 对了老公 我在家待得有点无聊了 过两天我想举办一场派对 邀请朋友们 一起来热闹热闹 可以吗 只要这独意一直服用下去 它就会越来越虚弱 它最后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 反正也没剩多少时日了 就在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 满足你一次也无妨 好啊 只要你开心就好 嗯 工资还有事 我先去忙了 嗯 多好的演技啊 要不是死过一次 怎么会看得出来你是演的呢 吩咐下去 过两天我要在家里举办一场派对 特别邀请霍海天 要他一定来捧场 夫人 您这次要喝得可真快 那是汤子 难道他没有喝那个药 夫人 这是什么 夫人 请把你的毯子给我 不用了 我自己去洗就好 这怎么能捞翻夫人您动手呢 孙慧慧 你好大的胆子 谁给你的权利 抽我毯子的 夫人 这不是担心您身体吗 您刚生产完 身子发虚 而且 袁先生也嘱咐过 不能让您碰凉水的 好 那拿去洗吧 一通 妈妈现在身不由己 只能想办法 先将你送出去 总别落在他们手里讲 陪夏 你说 我们的孩子 会喜欢这个房间吗 这个是他爸爸妈妈 知道他将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他送的第一份礼物 他敢不喜欢 你就别装了 你装胸 真的很假 你再说 这个是我好不容易 憋出来的表情 我们每多一个孩子 都要亲手为他 布置一个房间 大宝都还没出声呢 你就想以后了 那肯定的 我们的以后 还有很久很久 很久了 一通 把你牵扯进来 妈妈对不起你 孙卉卉 孙卉卉 让你照顾孩子 你就是这么照顾的是吗 怎么了 夫人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一通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对付孟小燃 跟我没关系 你卑鄙不能动的 就是一通 陪夏你听我说 我没有动过他 是一通他自己过敏 他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是孟小燃 只有孟小燃进了他的房间 所以一定是孟小燃干的 笑话 孟小燃是一通的亲生母亲 她怎么可能会伤害一通 只有你 孙卉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 我弄死你 我以后也会跟你有孩子 你为什么只心疼和他生的种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一通是孟小燃唯一的儿子 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是我的上百亿 我脚尽脑汁 让他给我还上这个孩子 你自以为是 差点就换了我的好事 难怪我明明做了安全措施 却还是怀孕了 原来是你做的手脚啊 是啊 只要有一同在 你就能把我牢牢地拴在家里 无暇再分心公司事务 也能让你在有继承人的情况下 最顺理成章的 继承梦氏集团 我的老公 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只不过 这次 你的算盘要落空了 宴会开始 好戏就要上场了 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呢 化了妆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比昨天还累 累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 不好意思 刚看到你 弯腰这么久 累了吧 没事的 夫人 我不累 昨天 是我一时激动了 你在我们家当管家这么久 一直都是勤快又敬业 一同的事情 肯定和你没有关系 来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也给你打扮打扮 就当是 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走吧 这样一看 你的身材和样貌 其实一点都不输我 要是出身稍微好点的话 早就是那些世家子弟 争相追求的对象了 哪还会来我们家 当什么管家呀 还差一样东西 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怎么能少得了香水呢 别动 一个线头而已 花果味的 很适合你 好了 我们该下去迎接客人了 梦梦 好久不见啊 货少来了 今天一定玩得尽兴 好 请进 大家都是一天 进出八九位数的人 肯赏脸来参加 我这个朋友局 我孟小然 一定好好招待大家 要是出身稍微好点的话 早就是那些世家子弟 争相追求的对象了 要不是因为出身 孟小然 你不过是出身 比我强了一些 就从我身边 抢走了原培下 夺走所有人的目光 花果的香味 你本人 应该比花果更香甜吧 好好享用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大礼吧 霍海天 霍氏集团总经理 出手阔绰 换女人如换衣服 最喜欢女人穿白裙子 最喜欢的味道是 甜蜜的花果香 吩咐下去 过两天 我要在家里举办一场派对 特别邀请霍海天 要他一定来捧场 霍尚 你答应我的事情 可千万别忘了 放心吧 我霍海天 我霍海天 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 这么不要脸 你看 怎么出来了 就是他 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的意思 请听他 真没想到 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 也不至于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要不是想K哥 连接错了信号员 还真没想到参加个聚会 能欣赏到这样的画面 真是不是羞耻 听说他可是这里的管家 在雇主家里干这样的事情 就这还管家呢 我看他是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了吧 横下 说不定另有殷勤 这是你第二次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最后悔的就是 把你带到这个家里面当管家 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皇上 皇上你听我说句话呀 刚刚明明是你先 没错 皇上 我很清楚我家管家的为人 是不是你刚刚仗势欺人 逼迫了他 胡说八道 明明是他先勾引我的 怎么会是我先勾引了你 明明是你刚刚先跟到的厨房 要不是你在宴会厅 听暗示我跟你过去 我堂堂一个集团继承人 会跟一个保姆做出这样的事 你不就是看中老的身份和地位 屈心不轨想上位 故意勾引我吗 说不定啊 他还趁着工作的便利给我下了药 对 没错 你就是下药勾引的我 我不是 你胡说 刚刚明明是你说对我一见钟情 你说想要娶我做豪门太太 我会对一个保姆一见钟情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以我的家世地位 会说出娶你一个下等人当太太这样的话 荒谬 是 我们获上什么地位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管家 想上位想疯了吧 孟董 袁总 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人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 从今日起 将他逐出家门 孟家永不录用 我霍家 也绝对不会录用这样的人 既然两位都这样说了 那我陈家也不会用这个人 黄家也不要这种建稿 不要 不要 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 我用不着你来送 谁说我是来送你的 我只是来看看 一条背叛主人的狗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画面而已 你是故意的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我故意给你精心打扮 故意告诉你 你除了身世 什么都比我强 还故意给你安排了一场 现场直播 但千怪万怪 还不是怪你自己抵不住诱惑 对原陪夏是这样 对霍海天也是这样 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也活该被他们说抛弃就抛弃 陪夏哥哥 你还是道歉什么 我知道的可多了 我知道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知道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 偷情了整整三年 还知道 你们想害死我 吞掉梦氏集团的全盘计划 我要告诉陪夏哥哥 你这个亲人什么都知道 还一直在那装 你以为他还会相信你 哪怕一个字吗 孙惠怀 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结局 但现在这个下场 是令我最满意的 孙惠怀 你就活该被抛弃 活该神败名恋 你放开我 孟少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么亲爱的老公 接下来 就该轮到你了 自从将孙惠惠送走后 袁陪夏短时间内 没能再找到合适的人 来继续给我下药 即使她再不愿意 也必须接受我的身体 逐渐好起来的事实 怎么了 若有所思的样子 发生什么事了 只是有点担心一同 放心吧 相信医院 怎么了 生了一同之后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亲近过了 自从知道她的真面目后 我连被她碰一下都觉得恶心 更别说和她再进一步 可我和她是父亲 这种事情该怎么必 孟少人 怎么了 可能身体还没有恢复好 偶尔还是会这样 等你恢复好了 身体比较重要 老公 你真好 你比我更好 我现在抱你去房间睡觉 走 这副关心我爱护我的面具 她一戴就戴了几年 踢水不漏 难怪上辈子的我会被她骗过去 可睡吧 培下 培下 我感觉我最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想去医院看一下医头 孙霍会被我赶出门后 没有人继续给她下毒 她看来是好了不少 如果再用为她好爱做理由 限制她的自由 那她早晚会起 可以吗 培下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一个人去的话 我肯定不放心 这样吧 我让徐特助陪着你 给你开开车 拿打杂杀的 好吗 不就是害怕控制不了我 所以找个人来监视我吗 说得这么为我着想 还真是为难她 不过无所谓 只要让我出了门 我就有千百个方法 让她跟不上我 好 都听你的 我还有点工作没忙完 我先去了 赶快睡吧 自从给她生完孩子 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现在这样晒着太阳 才给我一种 我真的活过来的踏实感 谁买来了 夫人 夫人 救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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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板呢 干什么 吵什么吵 好久不见啊 我绝裂已久的好 闺蜜 头发怎么这么乱啊 来 我让你们两个去把她请过来 请是什么意思 需不需要我跟你们俩解释一下 老板 这也不能怪我们吧 你当时说请的时候 可是咬牙切齿的 我们还以为这是你的仇人 要说是有仇 她好像也没错 你们俩给我滚出去 是 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看吧 拿到你要样的第一时间 我就拿去送检了 检查说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毒药 用久了之后会亏空身体 但是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谁给你下的这种毒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不是你那个王八蛋老公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是不是瞎了眼啊 孟小人 你一世英明 怎么会毁在这种人身上 我知道 你从小是没爹又没妈 所以你有点缺爱 但是你也不至于 缺得这么变态吧 他就稍微对你 装出一副深情不受的样子 你就被他 你那五迷三道的 干嘛 我又不是故意说的 对不起 我就应该听你的 不应该跟你决裂 好了好了 干嘛突然这么肉麻 是我错了 静静 我应该听你的 这样就不会被他骗了 现在知道了也不算晚 对了 一同怎么样 放心吧 一同被我带到了我的地盘 原陪下别说动他 找都不可能找到他 那就好 那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将梦氏集团 从他的手里重新夺回来 然后送他进监狱 蹲一辈子了 那就好 这样还差不多 我认识的那个孟霄然 终于回来了 再过半个月 就是梦氏集团周年庆了 我会在那一天 将他从本属于我的位置上 拉下来 你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 裴下 你吓到我了 你消失了这么久 干什么去了 徐特朱没跟你说吗 我被人绑架了 那你怎么能 安然无恙地回来的 怎么 你不希望我平安回来吗 我 我当然希望你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我就是太担心你了 我爱你出什么事 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 就是两个普通的混混 我给了他们两万块钱 他们就放我回来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老婆 你今天在外面的时候 没有遇到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 我你还不信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你可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你不再来的话 我跟梦氏集团该怎么办 梦氏集团所有的机密文件 都在那个保险箱里 而你是唯一知道保险箱密码的那个人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而你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那我跟梦氏集团该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心血复制一举 保险箱 她又想做什么 老婆 让我再为你分担一些吧 我想成为 第二个知道密码的人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不还是想要我的密码 只可惜 孟小然已经不是之前的孟小然了 不会再被你的花言巧语耍着转 老婆 现在还不是时候 陪下 我会告诉你的 但还不是现在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爸 我不是着急 我真的是太想替你分担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着想 但是 我现在就算告诉你了 也没什么用啊 可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呢 梦氏集团的保险箱 有两层密码 第一层是我手上的密码 第二层 要用钥匙来打开 那钥匙呢 在金金手上 陪下 你是知道的 当初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和金金彻底翻了脸 我不想找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问题 原来你也想我了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公司有点事儿 我先去忙一下 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东西 还真是阴毒啊 阴毒 这都是她应得的 我就是要让她闻到这味道 就动情 但动情到最后 却没有该有的反应 她靠女人成了这么多事情 也早就该做好准备 有一天会毁在女人手上 这位女士 请问你有预约吗 之前挂在这的画像呢 您说的是之前 那个女人的画像吗 早就撤了 宝洁 这是我的通行证 阴总 快请进 你是新来的 我怎么没在四十一楼见过你 袁总 日理万机 没见过我 也是很正常的 哦 是吗 那你抬起脸 让我看看 说不定我记得你呢 你 让你打扫个卫生 怎么磨磨叽叽的 还不赶紧滚出来 是 袁总 这位郭副总还真是 一如既往地 看不顺眼咱们哪 只要我想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敢瞧不起我 包括她 居然 本来以为你只是我 征服孟小然路上的绊脚石 却没想到你手上 竟然有我想要的东西 看来就算是再不喜欢这女的 我也得想办法 将她收入脑中了 还好啊 我今天一接到你的消息 就来电梯口堵你了 不然 你今天可就暴露了 以原配下的性格 我昨天向她透露了 要是在你手上的消息 她一定会来找你 到时候 你可得撑住了 我当然撑得住 不然 怎么给你拖延时间 好 那就提前预祝我们 计划成功 夺回梦水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误会 我得跟你解释清楚 比如你跟萧然决裂的那个事情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我跟她说 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段友情 毕竟 你是一个很好 很优秀的女孩 她不应该这么抛弃你 原本我的公司 我的办公室 现在被你原陪下改得面目全非 难怪生下一同之后 你不敢让我回公司 原来是你这昭然的野心 藏都藏不住 我 你不敢让我回公司 我 你不敢让我回公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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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让我回公司 我 我 夫人 该起床吃饭了 夫人 不好 陆元先生 夫人他 他不见了 不好 陆元先生 夫人他 他不见了 好啊 我知道了 姐姐 我还有点事 今天先不陪你聊天了 好啊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他的吗 那么些个人 连个冰样子都看不住 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颜总 你听我们解释 夫人啊 他就是早有预谋 他还提前在被子里 塞了枕头 所以仆人才会觉得 他一直在房里休息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难不成他知道了些什么 如果他已经知道我的计划 那无论保险项的密码 有没有拿到手 我都必须先把他解决定 啊 不成功 就好了 不成功 我 Attorney 我们不成功 有人来过我的办公室 我的相框被冻过 可能是宝洁阿姨 搞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吧 那个宝洁有问题 通知公司上下 给我把它翻出来 好 老公 我到公司了 袁总 真要开始准备 那个事了吗 当然了 袁总 可是我害怕 要不 您还是找 其他人吧 我们都是一条贼船上的人 我怎么能让你先下船 去吧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过来了 不一声不吭 怎么抓得到你惊慌失措的样子 老婆你说什么呢 孟氏集团的变化可真大呀 我都差点以为我来错公司了 你就是太久没来 所以看什么都心情 是 你也觉得我太久没来公司了吗 那我以后一定要多多来公司 好好给你谈办 不然你一个人扛下所有该多累呀 谈什么办 你忘了吗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啊 还好我还记得 一大早就瞒着所有人 去给你准备惊喜了 这些都是我亲自给你做的 你一定要一口不剩的 全部吃完 老婆 你身体不好 你老在外面跑 我真的会担心的 好吧 不过公司周年庆那天 我一定要陪你一起出席 周年庆的时候 有我在就好了 你要安心在家调养身体 这是什么 啊 袁总听说你来到公司 特意吩咐我 为您准备的 又是这碗汤 我很感谢你 变着法的对我好 但是你要真的想对我好 那就应该一辈子躺在床上 再也没想 孟小人 你这么爱我 一定会同意的是吧 老公 有你在真好 我都不用操心公司的事情了 老公 有你在真好 我都不用操心公司的事情了 对了 公司周年庆那天 我决定将梦氏保险箱密码告诉你 再和你签订股份转让书 让你成为梦氏集团 真正的掌权人 怎么了 我忘了 医生特意嘱咐我 说你醉急身体寒 不能喝这些 好吧 你身体不好 就好好在家待着 我这就让人给你送回去 行 徐大主 把夫人送回家吧 好 夫人 请 那我先走了 嗯 那就先让你多活几天 等保险箱密码拿到手 你就可吓皇群了 是谁把我出去的消息 透露出去的 我问是谁 还需要我调监控 一个个找是吗 那个 夫人 是我 那你说说 这个家的主人 到底是谁 说 夫人 是夫人 这次 就够半个月的工资 再有下次 直接辞退 我知道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是陪下管事 所以 你们自然也偏向于他 但是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你们也该掂量掂量 这个家 到底是谁在发工资 以后再有任何人 向他透露我的消息 你们自己掂量下后果 是 恭喜你啊 重获自由 不过是给家里仆人 杀鸡儆猴 拔了几根眼线而已 离真正的自由 还差着远呢 不管怎么说 现在也没人 限制你出门了 你行动 要比之前自由多了 你跟袁培下 现在怎么样 他 他已经上钩了 开始试探我 关于钥匙的事情 拖着他 按我们的计划姓氏 别忘了你的文件 我会帮你退延时间的 好 等很久了吧 没有 刚来 胡说 咖啡都凉了 别跑 想碰他也可以 先问我同不同意 关你什么事啊 大哥 进来 袁太 袁太 我孟孝然在孟氏集团 什么时候成为袁太了 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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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败地说吧 我身体恢复好后 就会回到梦氏重新掌权 各位都是董事会的中流砥柱 且都有把柄在我手上 还请各位好好掂量一下 我回来之后 你们向谁负责 以及 向谁汇报工作 孟头 我们肯定为孟总马首实战 孟总让我们往东 我们绝不敢往西 是是是 好 那公司周年庆 我就期待各位表现了 怎么又穿过以前的衣服了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呀 只不过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早就忘记之前样子了 怎么 你不喜欢我穿成这样子吗 你穿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只不过更喜欢你 温柔贤惠的样子 毕竟没有什么比 让一个集团的女总裁 替自己洗衣做饭 更让男人有成效 你身上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香 不是你平时用的香水味 应该是 郭静晶身上的香水味 刚才去见那个女客户 应该是不小心蹭到了吧 撒谎还真是连眼都不眨 不过能蹭上这么浓的味道 晶晶应该已经得手了吧 老婆 你真的要在周年轻那天 把密码告诉我 当然了 你是我最信赖的人 我要在大家的见证下 把密码告诉你 另外 再恳请晶晶 把钥匙还给我 你对我可真好 袁培下 你就好好期待 周年轻那天的到来吧 孟美人好 各位公司员工 高国好 一年多没见 想必有很多人忘记我是谁了 以防万一 我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我叫孟霄然 是孟氏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至此公司周年轻死我 我宣布 我将把保存孟氏集团 核心机密文件的保险箱密码 告知我的丈夫袁培下 从此以后 我孟霄然 功成身退 真的假的 公司事务 全权由袁培下负责 这是保险箱密码 你可以用它 打开保险柜第一层 好 谢谢我老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 孟霄然 孟氏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 还不赶紧滚 抱歉了 孟冉 我最爱的女人 是晶晶 吴元培下在此宣布 我将于孟氏集团原总裁 就今日 离婚 签了吧 我已经签过了 剩下你签了就好了 放心吧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陪下 谢谢你啊 我知道 你现在呢 正在要公司保险箱的钥匙 我会给你的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在公司周年轻当天 宣布和孟霄然离婚 并且将她 永远逐出孟氏集团 离婚协议 对 离婚协议 你如果现在自愿签了的话 我还会给你留下 足够过满你下半辈子的资产 那我要是不签呢 你别忘了 医童还在晶晶入骨的医院里面 好 我签 你们别伤害医童 来吧 我签划了这么久 终于拿到了孟氏集团核心资料 从今天起 我就是孟氏集团的主人 你 还能够 我 终于拿到了孟氏集团核心资料 从今天起 我就是孟氏集团的主人 我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看上你吧 凤红男 我耍你呢 这里面的东西啊 早就已经被萧然换出来了 剩下的呢 是我们留给你的惊喜 莫萧然 你耍我 耍你 你不也耍我吗 我让大家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吗 什么呀这是 看看看看 快捡起来 这不是 他怎么见了 天哪 咱们结婚这段时间里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出轨多少次 你还数得清吗 老婆 你听我说 我都能给你解释 那谋财害命 给我下毒呢 你什么都知道 是啊 这是我付出生命代价 才换回来的答案 孟萧然 我 我可是你最爱的人 你不要这么对我 你 趁此周年庆 所有董事在习之际 孟氏集团原总经理员陪夏 在今天自愿与我提出离婚 从此卸任董事长职位 不参与任何财产分割 净身出户 从今天开始 我孟萧然重新执掌孟氏集团董事长职位 现正级反对意见 谁反对 请举手 这 既然如此 那就是全票赞成孟萧然重新执掌董事长的职位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不该呀 我都被他骗了 你涉及危害集体经济罪 杀人未遂罪 我们将他带走 抓走了 走 孟萧然 袁培夏 这是你应得的 孟萧然 只是让你吃一辈子劳饭 已经很便宜你了 一桶 去吧 妈妈 下班了 下班了 回家吃饭 谢谢你帮我接一桶啊 公司实在会议多 走不开 姐妹之间说什么谢谢啊 而且我知道 咱们孟氏集团 现在正在冲击全球经济首席地位 您贵人世忙 我理解的 好了 走吧 一桶 一桶 来来 走吧 走吧 宝贝 对了 车都已经三年过去了 你真的不打算再谈一个吗 我也不是催你 我就是想跟你说 没必要因为个别男人 就不敢在爱情上迈出一步了 毕竟我们孟然大总裁 永远值得更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合适的 我肯定不会犹豫的 只不过我们女人一定要自立自强 这样子才能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和危机 所以如果结婚的话 我不会让自己再陷入被动的地步了 梦氏 是我们奋斗了半辈子的立身之本 我不会再将它拱手让人了 这可是你说的呀 我这次呀 可是拿手机都录下来了 你下次要是再犯 我就拿它直接帮你拍醒 行 来吧宝贝 走吧 我们回家啦 走 好 好